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年期间很辛苦的锦销同仁 我们的环保局的同仁 虽然他们修到初四 但我们一般年节有九天假期 他们只有四天假期 早就恢复这个清运工作 以及市容整洁的维护了 还有交通局的同仁 还有许多春安工作的义务工作同仁 他们都牺牲了假期 为了维护这个城市的交通顺畅 環境清洁 治安维持 甚至救灾抢险 而随时待命者 这个是我们要深切 跟他们表达敬意跟谢意的 另外 王市长也来说到 军事下台南市的观光率 链铛創下了新冠 不然交通并没有来出现大问题 这些载载都看出了台南市政府所有的努力 所以治安和交通 也是在新的一年市政重点 年已经过了 这个年 呃 台南市 不管是 近来过年的 外地的朋友们 或是返向过节的 本地的乡亲们 人数都创新高 但是却是 拥而不赦 几人没有报 但是 这都有赖于许许多多的同仁 大家辛苦的做交通的疏导 能够让更多的游客 更多的观光客 更多的市民朋友出外旅游的 但是却没有造成严重的 这个交通问题 所以啊 王市长也在左上市民来拜一个晚年 希望市政团队在新的一年 交出一张 真漂亮的成长 我想 今天是大年初期 在这边 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拜个晚年 也希望在新的年度里面 我们 能够给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更有效率的施政 更 靓丽的成绩 请举杯 恭喜恭喜 恭喜新年好 恭喜新年快乐 等祝福各位 祝父们 百福真 祝世大吉 祝世如意 祝世平安 祝育很长 祝年行大运 祝年行大运